无论是世间的事业乃至初世间的道业 都必须经过长久的努力才能有所成就 经典中说到若初世正法及世间屹立 皆有彼精进舍此则无有 无论是学业 事业 道业 都必须在精进这门功课上痛下苦功 发长远心 坚持道理 唯有在阴地上心情耕耘 精存专一 才能得到丰盛的收获 我们一改变行为 我们家庭慢慢慢慢 就是有改变 有些人就说家庭 哎呀 很乱啊什么的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很乱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慈悲 我们有没有随缘来度他们 还是随缘在跟他们探证吃 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深思 这个我们所谓超度在衍生的这些问题出来 希望大家呢 要是有空呢 就多多打坐一下 打坐一下 然后用四念处啊 深受心法 观身不尽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你这样子 这个深受心法呢 我们来好好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哦原来你看 我有时候一个事情出来 我原来我的心念那么复杂 你就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 你就很清凉 慢慢你就会得 哦原来修行是那么好 修行不是说 到佛 到佛师才是修行 我以前在家的时候 我认为修行是出家人的事 我们在家居室 就是拜拜的时候 哎呀 康一苍米啊 对不对 买高丽参啊 或者是买牛奶啊 去供养师父 让他们用 这样我就是佛教徒了 现在才知道不是 不认识世间的学业 事业乃至初世间的道业 都必须长久努力 才能有所成就 学佛更是如此 将正念心 时时安住在正念与正会 才能破除烦恼魔障 正德道果 古德云 生生若能不退 博皆决定可其 不仅是今生 生生世世 都要持续不断努力 才能有所成就 时方新闻记者 莱依荣桃园采访报道